你怎么来了 小花 你怎么来了 那不那个 伯父叫我 你脸怎么弄的 脸啊 驴踢的 怎么样你 心情好点没 我没事 我的事你甭管了 走了 爸 我上班去了啊 伯父 你动个大鱼啊 动个大鱼 目前为止还没有呢 我看你这蹲的业务挺熟练的 以后别到明天那儿蹲着啊 不是 我是不 早些年那儿摆地摊嘛 我就在摊那儿蹲着就习惯了 行 进屋里吧 我有事跟你商量 来 我对你 来 好 走 小花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不想理我 但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你说个地方 我们今天见个面吧 好 你这个脸上的伤还疼不疼啊 我脸上伤没事了 快好了 那个 他刚才看见小花了 没事了吧他现在 他心里边那坎 哪那么容易就过去了 好 自个儿的女儿自个儿了解 这回 关羽这混蛋是真伤着他了 别看小花平时嘻嘻哈哈的 什么都不在乎 那 那都是装的 其实他心里边的苦 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从来不跟别人说 我是真怕他把自个儿给憋坏了 伯父 我明白了 您这趟把我叫来 想让我做什么 怎么做 您尽管吩咐 你小子是真聪明 是干嘛一点就透 得 这段日子 我就把小花托付给你了 没事的时候 你好好开刀开刀的 替我照顾照顾 我先谢谢你了 伯父您看您这说哪儿的话呢 我这不都应该的吗 你说 你小子要是我女婿 这多好啊这 伯父 这件事 我们把您给骗了 真是对不如让您伤心了 怎么 前一段我给你甩脸子 你也别怪我 你小子也伤着我了 我 我是真是对你动了真情了也 你也真把我给伤着了 来了 好了 要不先点点吃的 你最爱吃的香辣蟹 不用了 我现在不爱吃香辣蟹 其实这件事绝对是怨我们 您教育我们的对 这件事我们是欠考虑 我也请求您 不说不说不说 今天咱把话说开了 这就行了 以后 是吧 该怎么着咱还怎么着 为了 我上次见你那父母 那是真的吗 那你也不想想那能是真 那不都过来的吗 你这小子啊 我看那俩人就不着调我 这 那 那你父母干什么呢 我 我父母就是 我 我不说了 我也不问了 不问了 咱还以前一样 坐干父子 干父子 今天您有事没有啊 我没事 我整个下午都闲着呢 正好给我买菜去 中午给我做的炸酱面 我还没想这口了 我跟您买菜去 我跟您说 除了这个炸酱面 我们都做好多呢 小花 小花 谢谢你 谢谢你那天没揭穿我 关羽 如果你今天找我来 就是说这个的话 那就不必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 你别走 我还有别的话要说 小花 小花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这辈子欠你的 这么多年了 只有你最了解我 我就是一穷山沟的孩子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熬到现在 但是没想到 一场车祸毁了我一切 这是老天爷可怜我 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遇到林立 她爱我 她爸爸也赏识我 所以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小花 我爱你 我不想骗你 我不想骗你 但是我没别的选择 咱俩没法结婚 就算结了婚日子 也没法过 我不想离开这个城市 遇到这次机会 我想把握住了 我不想再失败了 所以我请求你 成全我 我成全你 对啊 这才是你今天想说的重点 对吧 说吧 我怎么才能成全你 我跟林立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她说我跟你分手了 所以她不知道咱俩暗在一起 我希望你不要揭穿我 我希望你不要揭穿我 你挨她吗 这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天哪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呢 你防一百二十个信号了 我不会揭穿你的 我当时没有揭穿你 以后我也不会揭穿你的 因为我周小花虽然是个弱女子 可我知道什么叫做尊严 而且我不会哭哭啼啼地 过往我这一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相信 头上三尺有神明 只要是善良的人 就一定会得到幸福的 知道吗 祝你成功 关先生 不 应该是未来的关总吧 我还忘了跟你说声谢谢了 当初你没选择跟我结婚 我现在真的特别地感激你 谢谢了 小花 小花 小花怎么走了 她有事 怎么着 兄弟 什么事办事啊 哥哥可当时喝你的喜酒呢 我们俩分手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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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喽 烫死我了 来来来 博夫 多多了啊 多多了 多多了 小马 不是 你这菜色香味 那比那红月娄蓝多强啊 杨河 吃出来了 博夫 怎么着 我跟您说啊 当年我在红月娄 干过几天领班 跟这个大师傅 学了几道菜 这 这 这 鬼真厉害 你看我就说嘛 真是的 不是 小马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你怎么会得那么多呀你 这不是出道早嘛 穷人的孩子早上家了 没办法 对啊 不是 你说 你说你这小子 我不跟你说了吗 吃完饭我替你去 你这 这 你这着急忙忙干吗呀 这饿死鬼头 来 吃饭呢 来 在这一会儿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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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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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戏 你看 赶紧的吧 什么好戏啊 我 我看看去啊 那我 我 我也看看去 师傅 师傅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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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杨河 吃点鼻子这个 这不缝你吗 是是是 算我了 出什么事儿了 我也不知道啊 冯总把我叫过来的 就让我送她的助理 谁是助理 你好 冯爷 冯爷 您这家挺厉害的 都在这儿了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们怎么了 不是 您这也太伟大了吧 敢跟美国鬼子 拿这个美国话交流 还巴拉巴拉特流利 我这觉得太惊讶了 这算什么呀 她是我同事 那 那是您同事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今天早日一早就回来了 回公司呢 还开了个会 然后顺便啊 把箱子给送回来 打哪儿来啊 我去美国了吗 走之前 我不是告诉你 我要去洛杉矶吗 对对对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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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小时飞机 还有时差 我都快累死了 是是是 行了 不跟你们聊了 我 我得去办点事啊 把我箱子送 送你去 来来来 给我 给我 这车是谁的呀 这是我的呀 您哪 公司配给我的 老周 我待会有事找你啊 好 你们都别走啊 我马上就回来 得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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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慢 慢点 方姨 这没休息好 赶紧在车上好好睡睡 那个 慢点开 慢点开 听见没有 注意安全 拜拜 方姨 拜拜 来 我跟你说 伯父 肯定出事了 你看方姨妹了 出趟国以后又配人又配车 她不会投靠美国人当间谍了吧 是不是 不行 咋帮你回去啊 那我也去 不是 那你俩走了这箱子谁管 我真是应该谢谢你 我真是应该谢谢你 这么多年了 我老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直到认识了你 我才觉得自己有了个伴儿 是 这一年 我最爱是 这一年 我好想要你 我还不想要你 我好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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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我的生活 就这么完了 但是认识你以后 我才知道我内心 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我跳出来了 真的 所以 我必须要跟你收上谢谢 这么感谢我让我很惭愧 我真想多给你一点 可是你也知道 咱们也那个能力啊 你也别这么想 我什么都不需要 该有的我都有 再说了 要是为了物质的东西 我也就不会跟她 提出离婚了 你提出离婚了 离婚是大事啊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假使说 你跟那离离婚跟了我 你可就没现在的 安逸日子了 我跟她说 我跟我的道路已经充满了 千年困苦 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 我觉得这么做值 再说我这么做 也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有道理 我是小红 小红 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呀 打你电话 你电话还给关机了 我问你们单位同事 你们单位同事说 你休年假 咱爸说你也没回去了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别管我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啊 我后天说我回家 希望你也在 我有事要宣布 这两天我在外地部开机 别给我打电话了 你什么意思呀 小红 喂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婚姻安人离婚的事 你可理好了 你已经问我好几次了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 当然我是从你嘴里听说 你丈夫这 除了木讷矮点 不大懂得浪漫 好像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如果只因为那一点跟你离婚 是不是显得太草率了 你有所不知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 但现在我发现 根本不是浪不浪漫的问题 而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我 更不在意这个家 你说我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吗 可是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啊 你们俩之间 也没什么原则问题 你有时候也得考虑到 人家的感受 那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这事不能这么说 行了 别说了 已经决定了事了 你看这空气多好呀 出来一趟不容易 咱们好好感受一下吧 照 lay es la lan lan 下 不对不对 什么时候 没听见嘛 别黄别黄 这么早这么早 这么早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你馬上 곡 Chicago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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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 喝点 就你鸡肥的这马 干嘛的啊你在这儿啊 连还马你知道吗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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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道 还一道 怎么着 不 还一道 还几 还一道 就一步 就缓一步 来来来来 不是 都没看见 还净这局 干嘛呢你这是 还净这炮 我跟你说 拉 拉 拉 不是 你这 拉 拉 拉 你别 别 别拉了 我说 拉 拉 你小子真行啊 我这玩了一辈子硬 到头儿让你这小家小 给叨了一下眼睛 你这什么事啊 您看 您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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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伯父 我跟您说 三局两胜吗不是 您不已经赢了两把吗 我这等于还输着呢 您找啥急 别得了吧 你是让着我的 这 这 这合园的都看着 不是 我看他这棋 不是 你看什么 不是 你看什么 我跟你说 你说这要传出去说 我下棋都得让往门 让着我才能赢的 我这都没脸见人我都 我的妈呀 何哥 你看看我这当小辈的 难不难 赢了伯父又挨骂 输了他又不行 你说我怎么弄 我怎么办 怎么说你啊 你这下棋啊 道逢差远了 你这让棋都让人看出来了 以后你让棋 你得多下功了 是吧 问题在这儿呢 你以为呢 那等于下回让棋得虚认 是吧 你得虚认 你真是啊 何哥 你不愧是伯父教授 那是 你闹着吧 是吧 听今预袭化 圣读三十六年书 下回我就是虚认了 得 客气客气啊 再送您一句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语句共链 得嘞得嘞得嘞 那得咱俩小肚子 我说 喝着火边派我 上午还乌眼鸡似的逗得 下午就怎么着 喝起火来了就 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这不是您说的吗 这喝酒必分分酒必合嘛 三国演义头一刀 在这儿等着我呢 不是那咱再来一盘 干不着 看来一盘 这把就算了 我确实没看见 冯一 冯一来了 来来来来 心灵不错呀 来来来 听我听我听我 来来来 屋里坐 下棋呢 好 这谁赢了 我跟您说 我事儿啊 其实啊 这这盘 这盘 这我事儿我刚才判议了 这盘吧 这就你给合起 那个 挺好的吧 你跟小马你们俩 和好了 咱们来也没事 咱俩也没事 多大点事儿说开就得了 太好了 我就喜欢这样 你们今天晚上有空吗 您什么事儿 能不能赏脸 我请你吃 那必须的 您说哪儿吧 必须 干 干嘛呢 干嘛呢 这没起子劲的 不是 这不过年口节 你吃什么饭呢 再说 咱在家里吃 外边多贵 现在没有马大厨掌勺 生活水平 倒是又上了一新台阶 是不是 不是 冯仪 冯仪 你边上去 我跟你说啊 您可能不太了解我 晚上我亲自掌声 让您看看这个宫廷菜 到底有多么的爽口 成不成 这小马还会做饭啊 那是 我呀 以为他只会吹牛呢 不是 不是 我就会这本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是不是 不过今天晚上这顿饭 我已经订好了 这顿饭啊 非常重要 我要跟你们告别了 因为我要 带你出去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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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车 还分了一套公寓呢 今天呢 我就把东西收拾收拾 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了 黄姨 您太有本事了 您才干几天就成总经理了 师傅 您说我什么东西 又有你的事 一边带死 让我听听 我呀 也就算是撞了大运了 这不 我去美国去接一个团嘛 正赶着我们公司啊 跟一个欧洲的最大的公司 再谈一个合作项目 我们公司老板说了 你不是会英文吗 一块去吧 我就去凑热闹去了 结果呢 我就用英文 直接跟他们谈判了 我就给他们介绍 这些旅游项目啊等等 老周 这还真的要谢谢你啊 幸亏你给我补了几周的课 真的没白辛苦 我就用这些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就使勁忽悠他们 这老外啊 真心痛了 立刻就把合同签了 要办个新公司 还让我出任总经理 怎么样 老周 老周 你说 我这运气是不是来了呀 不怎么像做梦似的 我真的不相信啊 通常有那么句话吗 这个 运气它都是为这个 有准备的人预备的 是 是 是 这样跟我们仨 那就瞎了 没我事啊 你们俩瞎了 我挺有本事的 好好好 你们都被我抢 行了吧 我早就说 你啊 就不是那池中之物 总有一天你得飞黄腾达 从我们家搬出去 就是没想到 那么快 王周 你这不是骂我吧 我今天这个好运气 不都是因为你吗 要是没有你 哪有我今天呀 这么长时间了 你一直都这么帮我 我真的心里特别感激你 要是没遇到你啊 我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 唐河 飞黄腾达呢 这 冯仪那是不是我也帮着过你啊 哪行 对吧 我做这个贡献也不行啊 你 别 你 别 对对对 别让你去 我不会忘的啊 小元 你放心吧 老周 这是给你的 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 什么呀这是 你买点东西吧 你太小瞧我收点放了你 你拿回去 我不缺钱 老周 老周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知道你对我的帮助 那是用钱买不来的 可是 就算是我交你的房租 行不行 这么长时间我在你这儿住 吃喝一分钱都不给你 我这心里不落人哪 真的 凤姨 你听我说 我 我当初啊 说让你住在这儿的 我 我不是说要把房租给你 你这个落难十有八九 那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误造成的 我让你住在这儿 不过是想补偿一下 我没别的意思 你要是真什么的话 那你现在就搬走 我 我不拦着你 好不好 行 行 行 别生气了 我不给你了 好吗 我瘦起来 对 不给了 那 那今天晚上总得去吃饭吧 你不能再拒绝了 我 我问吧 那个 怎么着 那咱们去吗 那 那那肯定得去啊 那必须得去啊 是不是 对 人家缝衣都说成这样 对 你瞧你小的眼睛 一听说有饭局都拦了都 那行 一定去啊 好 小花小红呢 还有咱们家大教授 一块叫声啊 那不合适 多热闹呀 叫着叫着 去打电话 快去 去啊 行了 不不 打个电话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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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接啊 老婆 她们呀 肯定是在忙着呢 咱们先过去吧 待会儿啊 把地址给她发过去 让她们去找我们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伯父 风仪说得对 就不至于的 人家都忙 不是说随打电话 随能叫的 对了 我听说您年轻时候 能喝两斤多的是吧 这家 我最近练了一套 谦卑不醉的功夫 这么着伯父 我先让您半斤 成功 咱俩拼命 走走走走 先喝酒 走走走 别往这里去啊 没事 您有我 您不怕啊 没关系 别别 别往这里去啊 师傅 不回首啊 溜溜溜 八匹马呀 八匹马 车来点 喝 喝 看我玩这套 喝 来来来 是 完全在这点没出来的 不喝 不喝 来 来来来来 我们一边边去吃 来来 我跟你说老后 咱们来 老赵 行了 秦老师最近怎么样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好好地替他干嘛 来 肖马 喝酒 来了 来 来 好 得嘞 玩一个玩一个玩一个 老赵 老赵 那个我以水带酒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 特别感谢 欢迎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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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 喝嘞得嘞 来来来 吃饭吃饭喝 喝了啊 喝 喝 老赵老赵老赵 没跟你说完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继续 喝 我们吃这个吧 喝一个 喝了不吃东西啊 他风雨啊 嗯 你啊 最客气了 其实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你自己努力的借口 我根本就没帮上什么忙 要说呢 我还得谢谢你呢 对 还有小马 莫副 还有你 何元 师傅 我呀 得谢谢你们 还愿意陪着我 是吧 现在也只有你们 愿意陪着我 哎呀 您 哎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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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王冯 王冯 那个 是吧 我 我 我跟您说几句话 您为什么别扭呢 我知道 是吧 冯怡也知道 但是今天咱们喝酒啊 我估计这些都是误会 能放吗这个 什么 伯父 来我敬吧 我永远都陪着你 师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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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伯父 伯父 您这这 挺高兴的一天 您何必呢 您这 这弄的人心里挺难受的 你这都不住了 我没劲 我说你没劲 你省得点劲 别别别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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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那个 方姨您没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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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您 您 您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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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您了 现在大半夜了 别喊了你知道吧 我这身份证都没带 一会儿给咱拘起来了 到家了 到家了 来 来 来 你慢点慢点 我多有多月感呢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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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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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怎么看 你 你扶住了 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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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这儿睡啊 怎么回事啊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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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 谁爱怎么幻化的 看过你这样 你叫什么呀 别找 赶紧把他扶进去吧 小花 我有话跟你说 多嘞 那你 你起来 你起来 小花 别扶啊 来 我 我知道 走 走 一 二 走 我说你扶住了 撑不着 我没那么大劲 我这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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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都有什么话可说 我告诉你 没人怪你爸 是他自己把自己灌多了 为什么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我告诉你 因为他伤心 是你们让他伤心 他今天晚上还哭了 哭得非常难受 他是为你们在哭 他把一辈子都给了你们 现在想跟你们见一面 吃顿饭都那么难 你说他能不难受 能不哭吗 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是你爸 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 你知道吗 行 我知道 你最近心情不好 遇到麻烦了 可你是个成年人 你得对自己负责 你不能再让他被你担心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被你们倒下一次了 万一再有个闪失 我想呀 你一定会后悔的 行了 别难受了 你明白就行 好 小花 我明天就要搬走了 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我这人脾气也不好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就算是我住在你们这儿的 房费和生活费吧 你收着 冯姨 这有什么样的 来 来 这是给你爸的 你替我给他买点东西吧 拿着 真的 你听话 说实话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了 我还真舍不得你们 我最放心不嫁的 就是你爸爸 他随时大了 该你们照顾他的 你能照顾他吗 王爷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别装饱了啊 喂 房总 没有什么东西了吧 没有了 就这些 行嘞 那我就回去了 那我回去在公寓上 和我等着了 行 没问题 行 忙了那我先坐去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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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冯姨 走啊 你爸呢 我爸还没起床 估计是昨天喝多了吧 那不等了 那我走了啊 你回头呀 跟你爸说 让他有空到我那儿坐坐 你也是 冯姨 您多保重 好好的 我走了 姐夫 小花 在门口啊 这 这 这是送谁啊 那谁的车啊 冯姨啊 冯姨干吗去了 冯姨这不是搬走了吗 姐夫 你今儿不是上班吗 怎么回来了 你姐让我回来的 说是有重要的 什么事情宣布 她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 这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姐夫 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现在你姐啊 我干脆联系不上她 咱爸在呢 你在呢 昨天晚上喝多了 还没起呢 爸 你怎么样 好点没有啊 爸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呀 没有 没有 来了啊 脱脱点晕 用块冰毛巾也舒服点啊 我昨晚上给你打电话 您怎么不接呀 昨天我电话 落到办公室了 我今天上午再看见 您的未接电话 您找我有事啊 那个 你 你跟小红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搬回来捉你 爸 我不知道 我最近啊 连她人也见不着 她手机呢干脆关机了 我只是知道 她跟一个男的最近走得挺近的 这男的是谁 我还真不知道 爸 我感觉 我们俩快走到头了 别瞎说 那个小红的事她都告诉我了 她就是跟一个网友挺聊得来的 要说这事也怪你 她为什么跟人聊得来啊 那不是你不愿意跟她聊吗 对不对啊 全 男人有事业心这是好的 是吧 可是呢 也得有家庭的责任感啊 对不对 不能说光顾了自己的事业 你把什么事都甩给家里的媳妇 那样下去不行 你们之间还是得 是吧 爸 你明白您的意思了 以前呢是我做得不太好 我现在不是想弥补吗 可是我见不着她人 我没机会呀 好 甭着急 爸给你安排时间 这个新的小红也不在 你上这儿干吗来了呢 是我让她来的 姐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啊 两口子过日子 没有马烧不空过眼的 是吧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 说开了就得了嘛 你们俩人好好聊聊 活儿 打下手跟我做饭去 爸您甭忙了 正好大家今天都在 我现在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宣布 宣布什么 李全 我今天正式申请跟你离婚 咱们这个家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希望你能放过我 周小红 你把刚才的话说回去 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家李全 她就是再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能这么不疑不饶 我没完没了你 小红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俩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念旧情呢 就算我以前做得不对 我改 赶紧从来给我机会吧 跟这些都没关系 你没有错 全是我的错 真的 全是我的错 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错误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要改正 就这么结婚 周小红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俩谈了四年的恋爱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怎么说我们是个错误呢 这当然是个错误 是不是深思熟虑吧 我再也不想深思熟虑地过下去了 都还年轻了 我想就这么放弃 寻找自己幸福的机会 说这些你也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可是我记得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们俩相互都发个誓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俩一辈子也不分开 你还记得吗 有吗 我爱你吗 我不爱你 真的 我一点都不爱你 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我要跟别人在一起 周小红 别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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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置屁呢 我说的我说的 什么事也没有 周小红 人家李全 李全 你别走啊 周小红你 你要气死我呀你啊 我谁也不想气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没有错 你们都甭劝我 我已经决定 你 你这 你这叫什么吗你 你这叫屎乱中气 不是这词 你 你这叫水性杨花 你轻薄啊你啊 你说我们老周家 怎么出了你这么一块料啊 你啊你 妈吧 随便妈 老周家就是出了我这块料 我今天还告诉你 我自己的幸福 我要自己找我 你们谁也不要提我送主 什么啊 姐 你 爸 我 我不了你 有人就管得了你 他就不信了我跟你说 爸 我今天我 爸 你这干吗呀你 爸 你干吗呀你 我 我让他们单位 找他们领导 我让他们领导 好好教育教育他 爸 你都气呼不动了 你什么年代 你找领导有用啊 什么什么年代啊 我不管什么年代 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 只要还是 社会人回家这种事 都不能卫生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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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花 都 municip都管公佈 真正idade 你那个今天就是 来这里到全家看看 就是过日子 忙忙碌碌中找点儿哪子 就算当上皇帝老子 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 生活就是过日子 孙男的你们全是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 生活就是过日子 忙忙碌碌中找点儿哪子 就算当上皇帝老子 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 生活就是过日子 孙男的你们全是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 生活就是过日子 忙忙碌碌碌中找点儿哪子 就算当上皇帝老子 不如团团圆圆圆的一家子 生活就是过日子 孙男的你们全是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 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我过一辈子 发送到这一家子